我們對於一組的舉賽 畫面上是基隆信義友愛3對3籃球賽的現場 特別邀請到基隆出身的籃球國手與教練 林智傑、李起義、更名傳國中教練徐偉勝 跟信義區里長進行表演賽 另外女籃國手廖偉琴跟市議員何淑萍 和信義區長吳曉慧也共同組隊參與表演賽 為活動拉開精彩序幕 那打籃球你覺得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要不要講一下 投進去的快樂 我們為了這個比賽我們還去買了籃球 然後有去陪她練 其實親子之間的經驗互動 就也是在這個過程中累積 我覺得真的很棒 其實謝謝有這個活動 在深美國小基隆市婦女會 市議員何淑萍服務處等主協辦單位的 用心籌備 和市長謝國良的大力支持下 今年的信義有愛籃球賽活動 共吸引四百多位大小朋友一起來參加 推廣籃球運動也豐富親子的暑假生活 那我們這次又加入這個漫飛天使 那以愛為名 然後增進我們這個親子之間的一些互動 然後增進我們社會安康的一個氣氛 然後我們這次的那個球星 有富民人教練 還有林志傑 李啟毅 還有許偉勝 還有廖偉琴 這五個都是我們基隆出身的球星 那在這裡呢也可以讓我們很多球迷 可以一起來追星喔 非常的開心 然後身為基隆人在地人嘛 然後也很榮幸 然後辦了今年第二年 然後也是這兩年都有參與到 然後非常的開心很榮幸 然後我覺得因為基隆在地的小孩子嘛 很少就是會被大家看到 尤其是在運動這一塊 然後現在雖然是慢慢有做很多的一些成長 然後我希望就是在這些基層 然後喜歡籃球 不管是籃球或各項運動 我就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這是可能是大家都想願意看到的事情 對對對我是基隆是籃國小畢業的 然後後來進到名傳國中 然後接下來到 HBO的傳統獎 那個強權 金歐女中 然後到北十大畢業這樣 我覺得就 跟隨自己的目標吧 就有一個目標很重要 然後可以去努力實踐 然後 然後 向目標邁進 就是很棒 我們今天很開心來到我們信義區所舉辦的三對三 的籃球比賽 包括林智傑 我們在地 非常棒的我們的職業選手都回鄉 來跟我們支持參與 那未來我們也將引進SBL球隊 讓基隆更豐富我們的籃球生活 讓三級銜接跟好的籃球人才可以留在在地 我們會繼續努力 也在三對三的比賽裡面 未來也繼續跟何祖平議員積極配合 讓我們三對三籃球比賽辦得更好 謝謝 敬意有愛三對三籃球賽 讚 市長謝果良感謝主辦單位用心規劃這次的籃球比賽 也到場邊跟來參加賽事的家長和小朋友一一互動問好 民眾也熱情的為市長加油打氣 大家透過球賽進行交流 也為親子朋友們營造快樂的回憶 記者黃晨升 程淑平 基隆報導 您!